未受关注的山东旅游美国市场推广活动在洛杉矶首发 这也再一次掀起了中美旅游的新高潮 洛杉矶作为此次四站城市路演活动当中的第一站 也是重点推广城市之一 活动的现场是盛况空前反应热烈 本次路演活动的主题是来山东遇见孔子 有多家航空公司及著名媒体代表参加了路演大会 此外还特别请到了圣盖博士廖清禾出席讲话 以及山东旅发委代表刘洋为活动致开幕词 他表示这次2017年山东旅游推广 为进一步促进山东与美国合作伙伴之间的紧密合作 探讨交流推广山东丰富的旅游资源 目的是将山东孔孟之乡 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传统文化圣地推向世界 山东旅游发展委员会希望美国的同僚 了解山东的独特文化与魅力 此次我来带着山东省的旅游推荐资源 来到美丽的洛杉矶 推荐山东旅游 山东是中国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 它是中国的先贤孔子的家乡 也是中国经济非常好的一个省市 有一山一水一圣人 一山是五岳之首泰山 一水是美丽的滨海城市 青岛烟台三千公里的海岸线 非常的美丽 有东方夏威夷之称 一水是一山一水一圣人 圣人就是我们的伟大的儒家的先贤孔子 它是中国哲学文化的 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和发起者 在山东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 和文化底蕴 它是中国最早的哲学思想 儒家思想的发源地 此次来到洛杉矶进行山东旅游推荐 主要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美国的朋友 到山东去旅游 去领略山东美丽的景色 旅游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美食 然后促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化和民间的交流 和增加中美之间的友谊 山东的民俗向来 及多样性与地域性为一体 山东腹地 济南 青州 泰安等一带 是传统的政治 经济与文化中心 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底蕴 旅游资源极其丰富 继8月24日的洛杉矶路演活动结束后 接下来的一周还将在三分市纽约和迈阿密 继续举办推广路演 以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